撞擊瞬間超猛烈 藍色小貨車反覆往後滑行 消失在畫面裡 白色轎車跟銀色轎車當下禁止 但右邊這輛銀色轎車 明顯看出左半邊被剷平了 白色轎車上乘客駕駛 仓皇跑下來 看到銀色轎車整輛車被撞爛的情況 全都嚇傻 誇張的是 小貨車竟然是半個車身陷進了田梗舟 銀色轎車車身凹進去 車上34歲新住民女駕駛 頭部重闖 送醫傷重不治 目擊民眾指控 白色轎車從巷子裡衝出來 從頭到尾沒減速 新港商民代表也在臉書PO文 指控肇事的白色轎車駕駛 是水利署勘察人員 而且當時不止一輛車 車禍後其他同行車輛 卻馬上離開現場 到底車內人員是否為水利署公務員 還要再查證 只是居民說死亡的女駕駛 平常靠種菜賺錢養家 工作特別認真 就為了要撫養一對雙胞胎兒子 如今慘死車禍 夜戀親友 格外心疼 記者侯國文 嘉義報導 入獣 北京福島 南京福島 東京福島 BERG 到達